没关系蒋家第四代蒋友钦 在昨天晚间 他跟他的另一半Maggie 到了军乐饭店来举办婚礼 而蒋友钦跟之前的负面形象 差得非常的多 但是蒋家人对于这一桩婚事 非常低调 在暮序的证婚之下 替他完成终身大事 而弟弟是好事 但哥哥蒋友伯看到镜头 还是摆出一张扑克脸 快闪进入会场 一起帅气西装走上红毯 27岁的蒋家第四代蒋友钦 在牧师见证下完成终身大事 这场婚礼周六晚间 选在台北军乐饭店举行 新郎官蒋友钦一脸微笑 站在门口招呼宾客 但哥哥蒋友伯 却摆出扑克脸出席弟弟婚宴 今天来这家弟弟的婚礼 要不要跟他做几句恭情的话 蒋友钦和另一半Maggie交往以后 小两口常常在脸书上打卡晒恩爱 不管跑到哪里都不忘留下甜蜜合照 婚礼现场不少政商名流 都是做商家宾 特别来参加友钦的婚礼 参加蒋家宾婚礼 在哪边 妈妈非常高兴 几个兄弟也都在这里 一起参与到这个婚礼 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婚礼 而且新娘子美丽大方 也公开承诺将来会 一路扶持照顾友钦 友钦也公开在神的祝福之下 公开承诺也会永远的爱这个妻子 相较于之前 蒋友钦哥哥 蒋友常在凯歌堂盛大举办婚礼 蒋家老三蒋友钦 迎娶美娇娘低调完成婚事 全程不对媒体开放 就是不想再成为话题人物 借林世环江胜 SN小组台报道